提防汽车运动 老翁莫名被砍五刀 事发现场留下老翁的脚踏车和一大滩血迹 被刺伤的69岁理性老翁身中五刀 其中右胸肋骨一刀身约五公分 人在急救中 这一起伤人案 昨天傍晚发生在台南市柳营区的积水溪提防 被害人昨天下午到提防汽脚踏车运动时 赵一鸣年约30岁的机车骑士不分青红皂白 朝他身上刺了五刀 凶贤之后还拉着他不放 直到路人出现他才赶紧逃离 妻子表示丈夫不认识凶贤 凶贤也没说要钱 遇到这种事真的很恐怖 警方表示案发地点偏僻 将调阅附近监视器画面追查凶险 动新闻台南报导